HELLO 大家好,我是瀚咖哩,我是蜜蜜蜜蜜蜜蜜 那麼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玩奇遇 那如果你有抽到奇遇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呢,我們將提供各種奇遇玩起來要注意的事情 就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那麼首先我們來分析奇遇主動技能的組合搭配 因為你在玩奇遇就會發現 大部分都會需要奇遇的主動技能來去解頓 那偏偏這個主動技能開下去會有整版的光珠 那這個整版的光珠有些敵方技能就沒辦法輕鬆的解決 此時我們就要搭配一些功能卡 來讓奇遇的主動技能變得更好用 那這些是一些奇遇主動技能沒有辦法解決的敵方盾牌 比如說我們遇到反手消光珠盾 此時我們除了開奇遇的主動技能 我們還可以多開個吹雪去無視反手消 那再來如果說你遇到靜消光 你可以開銀牙,並且以木珠起手 這樣就可以把光珠給他轉掉了 那再來還可以帶一些固定版面把光珠轉掉 那更甚至你遇到連擊相等盾 你就可以帶龍卷,直接無視連擊相等盾 那遇到趴速盾呢 除了帶桂小太陽跟水彈之外 這個版本新增的索尼克也是可以達到類似的解頓能力 所以基本上有這些功能卡 再搭配上奇遇的主動技能 就可以讓奇遇玩起來更舒服了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奇遇作為隊長操作上面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你一定要拉奇遇的角色珠 沒拉直接少兩倍以上的傷害 而且這個拉角色珠一定要是自己隊長的奇遇 副隊長奇遇是不行的 因為副隊長奇遇是觸發不到奇遇的羈絆的 那拉角色珠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你拉角色珠並且消除那個角色珠的話 那個角色會多追打一次 並且發動及消除奇遇的角色符石 所有隊伍中的奇遇會進入三回合的亢奮狀態 那奇遇拉完角色珠也不會進入疲憊狀態 所以奇遇一定是要每回合能拉角色珠就拉 那如果你既然不能拉角色珠怎麼辦呢? 其實你可以帶一些牌珠的功能卡 這樣比如說遇到紅綠燈的敵方技能 也可以進行拉角色珠的動作 那比如說龍捲或者是月毒甚至到美樂地 這些都是可以拉角色珠、牌珠的功能卡 那如果說是打擊這種開下去馬上牌珠的 就沒有辦法拉角色珠了 所以你在牌珠上面的功能卡選擇 還是要非常注意的 那麼接著第二個玩這隊要注意的事情是 你要了解到你的攻擊珠子是什麼 如果說你單純只是要平砍高的話 其實就是你要讓奇遇打出最高的傷害 那這隊隊伍特性是所有符石兼具光符石效果 所以簡單說你就多消一點珠子 奇遇的傷害就會很高 但如果你想要讓非光的隊員去做輸出的話 反倒你要多消光珠 因為這隊光符石是兼具所有符石效果 其他符石並沒有互相兼具符石效果 所以假設你今天奇遇不能做輸出了 你要靠龍捲來打傷害 這時候你反而要多消的是光珠的數量 所以今天你要了解到這隊攻擊珠子兼具的特性 你就可以讓這隊做最大的一個輸出規劃 第三個主隊要注意的事情是 隊員盡量多帶一點英雄協會系列 因為英雄協會系列的隊員 攻擊力、生命力及回復力會比較多 那其實綜合以上三點主隊概念 你就會得出一個結論 這整隊只有奇遇能吃到完整的隊伍技能所帶來的加成 包含是角色珠的攻擊力以及兼具符石效果 到他這個隊長技能的加成 所以整隊主隊以奇遇作為主要輸出 所以無論在技能上面的搭配啦 或者是操作上面 其實都要以奇遇能輸出到最大量 作為主隊上面的基本概念 接著來分享一下全合作最高的血量組法 就是畫面中大家看到的這一隊 沒錯隊員如果你帶越多龍卷跟吹雪 他的生命力加成是越多的 他這個隊伍技能比較有趣的是 你只要帶龍卷跟吹雪 並且他不僅限於你只能 只有一個能吃到生命力的加成 他這所有的龍卷跟所有的吹雪 都可以吃到生命力帶來的1.8倍加成 所以你帶越多 像我們這隊帶整隊隊員都是吹雪跟龍卷 就可以到最高35萬的一個血量加成了 不過這隊是比較娛樂隊伍啦 那當然如果你要正常組的話 這邊有三種配置可以提供給大家的 如果你帶全合作的話 整隊加20是來到28萬的一個血線 那如果你只帶兩張合作的話 整隊會有22萬的血量 那如果你不帶龍卷姐妹沒有吃到他的 他的加血隊伍技能只剩下16萬的血量 所以這隊基本上首發隊員就是龍卷姐妹 那麼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總結其餘的主隊概念 第一個建議以全合作為主 只有合作卡才能吃到完整的生命力 回復力及攻擊力的加成 當然可以試情況借1-2張非合作的卡片去輔助 那建議是以龍卷跟吹雪作為核心的隊員 他們兩個的生命力加成真的太香了 那所有的隊員卡以輔助奇遇為主 因為整個隊伍就是以奇遇作為主要輸出 那麼有了主隊概念 接下來我們就來推薦一些好用的隊員選擇 那剛剛有提到這隊建議是以全合作為配置 所以這6張合作卡建議作為首發的成員選擇 那尤其又以龍卷姐妹 我覺得是最厲害的 因為他本身有血量加成的隊伍技能 除此之外他這種技能也跟奇遇超級大 第一個龍卷他可以解鎖 還可以無視連擊相等盾 還可以追打 那吹雪的部分則是可以有一個直傷一消 還有反手消的這個盾牌無視 所以光是這兩張能解的盾牌就超級多了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帶的話 這兩張是一定要帶的 好那剩下兩個位置 你可以放合作或者是非合作都行 好那主要看這個關卡的解盾能力 那如果你帶一樣的話 他就可以把關注給轉掉 除此之外呢 你還可以選擇這個檔時 那King的部分則是可以讓奇遇更快的開技能 但通常我不太會帶King 除非你要解這個弓前盾 因為正常說 有其他更多的解盾卡更值得去帶 好那在傑諾斯的部分 我是覺得他跟奇遇不太搭啦 正常情況下我真的不會帶他 只有一種情況我會帶這張卡片 就是如果敵方有這種 止性減傷抗盾 那這樣我才會帶這張 好那無召騎士更不太會帶喔 因為什麼電擊弱化石化 基本上靠奇遇的主動技能 都可以把它們移除掉 所以這張卡片說真的 跟奇遇好像也不是到很搭 所以總結下來大概只有這三張 我覺得會是合作比較常帶的卡片 好那除了這三張之外 我們其實還有兩個位置 是可以放其他非合作的卡片 那接下來就來為大家推薦 非合作但是又好用的功能卡 好那首先達格跟水霧 這兩個主要是解回復顛倒灰帶的 那更甚至達格他也可以拿來擋死 還有無事工錢 所以達格我覺得是最神的隊員之一 那剛好這張卡片是免費 大家都可以入手的喔 所以達格建議是直接練起來 好那再來的話 這一張的話則是有固定版面 好還有這個增傷 這個固定版面比較有趣的一點是 沒有光跟星珠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解回復顛倒 你反而也可以靠這個艾莉亞 這個固定版面 去直接不回血 那間接的去解回復顛倒盾 好那更甚至 雅瑟他這個固定的版面也好用 然後他的二技能還可以減傷無事工錢 那這張卡片則是可以一直轉出這個固定版面 這都可以直接讓奇遇的整版光珠獲得一個解決 所以這些大概是還蠻能夠跟奇遇做搭配的 好那再來順的話 順則是直接提高這隊的隊伍上限 還有這個常駐的80%減傷真的太OP了 因為這隊並沒有任何減傷 擋死的隊伍技能 所以一旦主動性有這種常駐減傷 那對於奇遇來講真的是神卡之一 那這種減傷也不錯 更甚至這種擋死的 快合擋死的 也都可以去帶 所以你大概有這些功能卡 再加上合作卡 基本上已經可以解99%以上的盾牌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讓這個隊伍再更加分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分屬性 再跟大家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那以水屬性來講你可以帶這張 這張除了可以炸板之外 它還可以無視連擊相等 強化突破跟固定連擊 這些都是奇遇隊伍技能沒有無視的東西 所以還可以還原稅裂 所以這張真的是跟奇遇太搭了 好那再來凱撒的部分也是很搭的 主要是它的1技能是可以點3直行 也是可以把整版光珠的這個給解掉 那更甚至它的2技能還可以解除暴風 還能一步一傷減至0 然後這個攻擊力加成 它是依照combo數的 那如果搭配上奇遇的技能 那個100combo以上 這個增傷幅度是相當的噁心的 所以其實凱撒跟奇遇意外的很搭 那這個持續增傷也可以用 這個檔史好用牌珠 好那再來火的話 龐貝 龐貝它也有這個固定版面 一樣是沒有光更新 所以可以間接解回復顛倒 甚至它也可以無視工錢跟拼圖 好那再來 這張也是神卡喔 它本身可以增加3橫卡 那除此之外還帶有這個牌珠的功能 還無視反手消 所以其實這個克魂也是相當好用 好這個是固定版面 更甚至這張卡片還有 對人類有一個增傷的幅度喔 那附加效果消除就可以帶這張 它的好處是 可以讓雙隊長攻擊力兩倍 那剛好雙隊長是奇遇 就可以吃到最大的增傷幅度喔 接下來是木屬性 那木屬性的話你就可以帶毒龍 它這個持續增傷還算蠻好用的 那奇遇再拉角色出來還可以增加combo 所以每回合10combo 事實上是有辦法達到的 二技能還可以直接回血 還可以解五鼠極盾 那這個用法比較特別喔 它主要是可以添加加護符石喔 那如果遇到敵方有加護符石盾的話 你又想要開奇遇的技能 就可以搭配這張卡片去做使用 那這張卡片可以把光珠給引爆 那也可以達成近光的一個效果 那這裡的話 毒癢它可以讓奇遇打五鼠攻擊 拿來做增傷或解五鼠極盾都是相當的好用 那以光珠來講可以帶檔死的 或者是解回復顛倒的 還有固定版面 那更甚至還可以帶這一張 這張技能我覺得跟奇遇也是超級大 因為它可以讓隊長攻擊三倍無視固定連擊盾 更是可以炸出整版的一個固定版面 這兩個技能任選一個都跟奇遇超大 所以這張卡片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帶的 那附加效果消除可以用平民的萊安內爾 那以暗鼠來講 這個也是平民的附加效果消除 這個應該大家都有吧 那繼承傷害可以帶基層 那這個可以增加三橫行的一個版面 也還不錯 那這張卡片主要是可以讓隊長的屬性一消 可以讓光珠一消 對整隊來講也是有增傷幅度 更甚至你不想開奇遇技能 但你又想解凍結盾、電擊盾 你也是可以用這個主動技能 那持育增傷也可以帶這張也是好用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所有 我覺得推薦的一些隊員了 影片都沒提到的 你也可以斟酌的去做搭配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說你喜歡這種全字幕的金字影片 不用按個喜歡 給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 讓我們夠動力製作類似的影片 也不用再離開這些 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我們現在就在抽四川的訂閱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在 175分鐘 我可以看到 我們說 Kommentar 一個人的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